從深溝看世界 看見新深溝 舌尖上的深溝 走開啦 歡迎收聽《咪咪之音》 我愛深溝 午安 歡迎收聽《咪咪之音》的 我愛深溝 我是會好說戴著就說戴著 也不要說戴著就說戴著大米 你覺得農村生活是有趣的時候比較多 還是無聊的時候比較多呢 其實忙的時候最多 像我呢雖然沒有種田 可是我會串門子啊 過家開港也是真無用的事 比方說到了小農的家裡 看到人家正在忙著挑米包米出貨 我們當然話不多說 坐下來就是要一起挑米 更重要的是要順便 拉迪曬 什麼是拉迪曬 這是一種 英式的台語 就是聊天的意思 阿竟那人有心無嘴 別問那麼多啦 在這裡 要特別跟所有正在辛苦挑米的朋友們 分享的是大米小小的挑米 當我們決定要將挑米和拉迪曬這兩個動作合而為一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節奏感 當你的雙手輕輕划過米粒的每一寸肌膚 動作要輕柔之外 眼神要銳利 挑出NG米的速度要快很準 還有挑米的節奏 健量平穩 不能隨著拉迪曬的速度 時快時慢 有時甚至聊到忘我的把雙手停下來 對 Over 就是在說你 因為這會嚴重影響到挑米的效率 簡單的說呢 挑米加上拉迪曬 這種運動 要記得一個口訣就是 雙手不要停 再說到友善耕作的小農那麼多 到底一般消費者是怎麼決定要買誰種的友善米呢 呃 除了家人啦 朋友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支持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是消费者 挑选小农米的关键呢 本台记者随机采访路人 得到两种答案 首先遇到一位 年约50的gentleman 绅士 他坚持要变身处理 才愿意说真心话 我会选择女性的农友 耕作的稻米 因为我觉得她们 应该会比较细腻 然后会比较体贴 比如说我看到玉影 在塞骨厂翻稻子的时候 她用的耙子的力道 还有姿势 还有收尾镜 跟其他的男性的农友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 那她种出来的稻子 一定特别好吃 这位消费者的观察 真是细微呀 再找一位18岁的年轻人 问问好了 请问在你认识的 众多深沟小农的米当中 你会想要买谁种的米 为什么呢 应该轻松的米 因为可能种比较久 比较有经验 然后那个品质会比较好一点的 为什么其他小农 让你感觉到 好像经验很差 米可能不好吃是吗 应该也不会不好吃 只是可以更好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小农的米 让你有这么大阴影 是谁啊 每个都很震撼 是的 每个都很震撼 谢谢这位也是怕说 真话得罪人的年轻人 我们一样为他做了变身处理 今天的节目来宾 小农江应德 也是蛮震撼等级的 因为他有一位网红明星妻子 彭显慧 如果您听本集节目的目的是 想要偷窥他妻子的私生活 那就转台吧 因为本电台不做那种 亏人隐私接人八卦 又不入流的访谈好吗 屁啦 你哪一集不比级 还好吧 欢迎收听 我爱心扣 我是方子 来自香港 快问快答 大家好 我叫江应德 我今年务农第四年 种的是水稻 今年的面积有一甲七 你在田里工作最怕遇到什么 没有耶 不怕 什么都不怕 最不想在田里看到什么东西 最不想在田里看到 有人从马路上经过吧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一些人会下来 就是指指点点这样子 你是指有一种年纪颇大 一样职业也是农夫的那一种生物 对对对 尤其是自己的田里面又不太好看的时候 呵呵呵 那你最喜欢下田的时候看到哪一种生物 最喜欢下田看到鱼啊 看到鱼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田里面有鱼觉得 就是好像环境里面有生物 有其他生物在啊 看到乌龟也还好啦 可是乌龟现在比较多 因为应该说憋啦 憋现在比较多 所以还好 看到鱼比较少看啦 这些都是你在你的田里看到过的生物啊 对啊 今年还没有看到蛇 就还蛮可惜的 请问你 夏婷工作比较累 还是当小剑蔬菜的厂工比较累 都不会很累啦 不一样的东西啊 说实话说实话 两个性质不一样啊 请问你可以在田里尿尿吗 应该可以吧 不过我没有尿过啦 为什么 因为就不会想在田里面尿尿 因为我害羞 因为我找不到隐蔽物 所以当你听到别的农夫说 可以在田里尿尿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有点点佩服吗 有一点嘛 有一点 对 因为佩服的不是说 可不可以尿 佩服的是说 他们就是 就不怕人家看这样 你觉得硬空大事的绰号是 嘲笑的成分多 还是尊敬的意义比较大 不能说嘲笑啦 但是有点开玩笑 就是我自己觉得开玩笑的 那个感觉是比较多一点 不过是还蛮好笑的 就是硬空嘛 那当时心里受创的程度 如果满分是十分 你总共得到几分 心里受创不会啊 为什么心里受创 田都被副锁罗吃掉了 所以映照出天空 变映空大事啊 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名字 心里受创 是因为就被吃掉 是这样而已 好 不会来就好了 你的女儿凤梨 和你老婆 想会掉到田里 你要先救谁 先救谁 田里面又不会怎么样 让她下去玩啊 可能就水很多的时候嘛 田里面水很多也不会水 你一定要救一个 你一定要挑一个 我一定要挑一个 直觉哦 就拿锄头拉一个啊 那右手要拉谁 通常你是右撇子 会先伸出右手 马上要拉的是拉谁 右手先拉 显慧啊 Why 右手比较有力气 要拉大的 那个今天我爱深沟 专访江映德先生 是 他是小煎蔬菜的长工 是 也是 呃 也是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也是了 就一般的标签里面 你除了务农之外 顶多就是多一个小煎蔬菜 这个指称 你没有其他煎的工作了吗 没有 那大米翔先说对映德的第一印象 就是两年前 在小煎蔬菜看到的时候 就是一个高白帅 不是高富帅 那高当然就是高啊 白不是皮肤白 是头发白 帅 帅就是 以显慧 就是他的夫人 即将把他打造成 农夫明星的那个标准来看 他在农村真的算帅的 嗯 谢谢 他现在也笑得很满意 谢谢 所以重点是摆在那个白 头发白 怎么会头发白成这样 应该很多人会好奇追究这件事 对不对 就是年纪看起来轻轻的啊 那你当工程师的时候 你的那十几年的工程师 岁月发生了什么事 嗯 其实当工程师就比较爱玩吧 就觉得就比较会动脑筋啊 就想一些客户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然后就是电脑上什么问题啊 去找资料啊 哗哗哗这样 嗯哗 所以真的 可是也是有点遗传啊 其实我头发白大部分是遗传的 嗯哼 少年白 对对对 啊 用脑过度应该就是有一点 应该也有一点影响吧 嗯哼 但务农了两三年 三四年了哦 慢慢黑起来了 真的吗 真的 大家都说有黑 我是觉得还蛮 蛮好奇的 有从头顶的部分 嗯 嗯好吧 有黑是好事啊 对对对 如果事实是有黑 黑回来 你当然是开心的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可是你从来 不考虑去染一下染黑吗 不会 其实我我我年轻工作的时候 都都已经染过了 这些事情都做过 所以 哦 年纪 年纪大了 就不会想再做这些事 而且我不会染黑 我都是染红 哇 我们很想看一个 一头红发 在宜兰神沟村 务农的农夫耶 谢谢 为什么 在农村你不会考虑 把头发染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农村 在农村里 你不需要这样子 去标新立意啦 对啊 我觉得来农村 应该就是 融入农村这边的生活吧 我们虽然对于 应得 就是小煎蔬菜 其实大部分人 已经非常熟悉 就这两三年 报导非常多 那大致上 简单复习一下 如果是今天 第一次听节目 听到 应空大师上节目的话 跟大家介绍 他先 他最出名的应该是 他的老婆 对 彭显慧小姐 彭显慧小姐 是一位平面设计师 是 那江应德先生是 十几年的电脑工程师 是 十几年 应该十八年 十八年左右吧 哇 十八年 然后两个人原本住在台中 那简单的讲呢 这报导上都有提过 他们是为了让孩子 是为了让孩子有 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吗 所以搬来宜兰 这个是理由吗 最大的理由 这是理由之一耶 可是应该不能讲 最大的理由吧 因为就是 来宜兰这边 会有蛮多个原因 就是 才会促成 这件事情 因为你 就是你不太可能说 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 我就做了一个 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就是 自己就会有一些 很多个理由 合起来这样 但是小孩子的话 只是理由之一啊 对 那时候 儿子是已经 小一 小一 小一才来宜兰 然后女儿还要背着的 还不会走路 还不到一睡 所以我们 跟 我们等于看着凤梨 就你女儿凤梨 慢慢长大 本来是趴在你背上 跟着你下田的 对 看过那些照片 就是大家 即使不是生活在深沟村 大概也都 就这样跟着这一家人 然后小间蔬菜的一些转变 到最近 彭显慧小姐 蔡富彭显慧 她因为第一次 种菜就失败 变成网路明星 网红 所以我们要来探究的是 不是 古时候有一句话说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 伟大的女人吗 那一个 种菜失败的女人 背后 你们一个成功的男人吗 对 我们就来追究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追究的啊 因为你就带着那么 那么小的孩子 那我记得杨文泉大头目 曾经回忆说 他看到你们抱着孩子来 就觉得你们要务农是下了决心的 所以没怎么考虑 应该说毫不考虑的就 对 帮助你们完成务农的梦想 是 可是务农跟小间蔬菜 是你和太太两个人各自的梦想吗 在宜兰想实现的事情 嗯 其实来宜兰的事情发生的很快 就是以前在台中的时候过生活就好像是 像是散步或是骑脚踏车这样 可是来宜兰这边的生活刚开始就好像是那个坐火车一样 为什么 就很变化很快 你必须要去就是随时调整自己 去适应当时的环境 对 所以因为我们来这边其实是空手来的 就是没有亲朋好友这边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对 无依无我 对 就是想一个想法就是重点这样 那所以就很多机会在那边啊 那当然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还可以做得到 那就那就坐啊 所以那时候空下来空间 温泉大哥我们说 诶要不要开一家店啊 就其实我们就稍微考虑一下就觉得好像还不错 所以就就显慧他也喜欢输 那那就很很自然的就是把一家店给开起来这样 嗯哼 对啊 你说台中的那种慢 然后跟就对照了来宜兰之后 反而这么快的一些生活上的转变 你指的是转变的东西 很快一个接一个的转变 还是说你真的也感觉到生活的节奏变得很快 嗯就是很多很多事情你要立刻去做决定 然后做决定之后就是紧接着决定之后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要把它做起来 我所谓的快就是说 你很快就是会有一个事情出来 很快就有一个事情出来 这没有违背你当时来农村 其实是想要过农村生活的那个期待 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到这部分 因为那时候想就是就是想要跟植物在一起 你把稻米当植物贵类是不是 稻米也算是植物啊 因为其实我在台中那时候练习的是种菜 对种菜 你有先练习过啊 有啊有啊 练习多久 就是在台中有那种市民农园啊 嗯哼 然后练习了就大概一年多吧 可是那是断断续续啊 就是假日去弄一弄 做出草 吃吃肥这样 那时候你要练习的是技能 还是要练习把自己放慢 你比较追求的是什么 嗯 为什么还需要花一点多 应该不是放慢吧 练习的应该是怎么去跟植物相处吧 就是说不同的就像种菜嘛 不同的菜那可能需要一些 它每个生长期也不一样啊 然后长起来样子也不一样啊 蜗具就是蜗具的样子啊 玉米就是高高的啊 对 那每一种蔬菜就是 它有不同的样貌啊 那时候应该就是去学说 这个蔬菜这样的成长过程 就是你去感受这样子 嗯 对 既然这样 我们先剧情急转直下 那为什么你可以允许您太太 第一次仲裁第一次仲裁就失败呢 为什么 你是不是也忍住尽量不拦他 然后就默默看着一切发生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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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哦 个人意志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很难得就是显摇 因为想要夏天去做一件事情 哦 对 那所以他当初说认了两夕的幸福 幸福什么 食乐园 食乐园 对 幸福食乐园 所以他认了两夕 我也觉得说 既然你想做那去做啊 还蛮难得他想去种菜的 嗯哼 因为他本来比较不爱夏天 哦 就是身体条件吧 嗯 他不像 他不像我说 就是比较强壮一点 嗯哼 他就是 蛮多一些富贵病的 对 我也不意外 本人也有一些 就我们 没什么体能能够跟你们一样 田里务农 他想做这件事情 就让他去做啊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个 第一次种菜就失败 那要问那个 田文社Ober 对 那要问那个始作用者 好那撇开 Ober造就了 把他整个事情 用照片实录这样子 嗯 一路记录下来 这件事情 是还在进行试的 是 可是如果在一当初 显慧说 他想要种菜的时候 你自己 看待 你只是纯粹觉得 哦 难得你要是 那你就是 只是这样 还是还有其他想法 没有啊 就这样而已 你心里总会 是期待多 还是觉得 看衰多 还是 还是觉得 啊 你就当练身子啊 对啊 对啊 真的 对对对 我会当成他 就是运动这样 哦 但对于那种 种菜 然后没种起来的挫折感 你不担心他 受挫吗 我不会 对完全不担心他 会有什么挫折感 就是就算是没有收 我也觉得还蛮正常的 哈哈哈哈 可是人心情会不好哦 真的吗 不会吧 你会受影响吧 你说我自己吗 对啊 你不怕回来 扫到红台贵吗 嗯 就要多好一点 有有 哈哈哈哈 好那再回到那个 你说在台中的时候 先试了一年多 跟植物相处 那问题是你来宜兰 这就是种田啊 你也不是种菜嘛 对 那又出乎意料的事了 是不是 对 就是又另外 就是另外一个那个 就是要决定的事情 嗯 对 因为那时候来宜兰 其实也有种菜 一开始找温泉大哥 就是说要种菜 然后那时候就是 菜园是在内城的 三凹田那边 然后那时候我们 第一年是住在那个三星 所以以种菜的条件来讲 其实距离太远 然后你没有办法 就是常常去看 没有办法常常去看菜 尤其内城 三凹田那边的草 就是长得特别快 对 所以就后来 后来我第一次种菜 他也失败了 哈哈哈哈 原来 对 所以后来就是刚好 除了菜园之外 就是温泉大哥说 有一块田 水田 就是就是问说 要不要一起种这样 对 那时候也是考虑了一个晚上 想说 我那时候来是完全没有种稻子的经验 对对对 所以就来就看着做这样子 对 你可以先多给我们描绘一点点 你种的菜失败的状况吗 那我们可以以后也可以用来安慰菜富贤 你的失败是指什么 就是种下去啊 然后过了几天去看就就不但他没有长大 而且就慢慢的不见了这样 没有经过天灾的纯粹就是他长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草就是就就就就长出来就把它盖掉这样 对对对对对 最后面过去看就是就是就全部都草了 可是这跟你在台中学了一年多的经验是 完全不一样 台中市民农园那种是几乎不会什么草的 对 但是完全不一样 是有一点像温室里的就比较被保护的比较好的环境吗 他那个环境其实算是比较被保护的环境 所以那不得不就选择开始种水田之后就回不来了 对啊 但你心里还有种菜的梦吗 应该有吧 但是变成说不会是把种菜当成一个 就是也许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 因为要把种菜当成一个经济收入来源 其实那压力很大 就是我后来就是有有体会到这一点 我也是前阵子才懂这件事情 原来种菜比种田辛苦可以这么说吗 对啊就是以相同的劳动力来看你能够工作的面积就是菜会小很多 可是当然啦你种菜的话就是单位的经济价值也是比稻米还来的高 哦 嗯 显会种的那个两栖菜你当时没有想过你也认几栖来种 没有完全没有 为什么 因为就我觉得我还蛮认识自己 就是会种的太好威胁到别人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还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 限制在哪 对对对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要去认那边再认个几席 限制在哪 了解自己的限制就是没有没有精力再去认那几席菜园 嗯 对啊 在台中的亲戚朋友们有没有来过宜兰探望你们 然后看到你们现在的生活 有过哪些反应是你觉得还蛮有趣的 哈哈哈哈 啊就是之前有以前的那个那个壮科同学啊 就是其实我不太跟同学联络了 后来同学就是有来宜兰那边找我啊 就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 对啊 就这样 对啊 那他们大概对于你在宜兰呃变成一个农夫 开了一间小间蔬菜没有太大意外了 蛮意外的吧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子啊 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念书是那个机械科系的 所以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在就是相关领域去发展 嗯 对对对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领域就是就是资讯领域跟 再来就是我重点啊 那这是你的同学那如果亲戚呢亲人朋友 嗯 你的爸爸妈妈来过吗 有啊来过啊 不过他们还蛮淡定的 淡定 对对对对 就是他还没有来看过之前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先跟家里面长辈讲说我们要来宜兰 那他们会比较担心一点 嗯 就是 怎么过生活 对对对对对 就比较担心说我们怎么过生活 就是就是后来电开起来他们来看过之后就觉得 好像就好像比较放心的嘛还是这样 嗯 现在蛮淡定的 每一个人的家都不一样 我们家都比较淡一点 嗯 对 但会让吸引他们觉得宜兰也是一个可以住的地方吗 就是他们自己也会想住的地方吗 嗯 他们老人家住台中住习惯了应该不会想动吧 可是像我也是台中人啊 我们就 你也是台中人 嗯 台中 你念哪里的 我 我家在乌日 哦 乌日 哎 你我家蛮近的 你家在哪里 我们家就在那个中兴大学旁边有一个那个环温市场 哦 我熟啊 千千才在那边吃臭豆腐 我们就这样子叙旧起来的 把听众放在哪里 老翔见老翔 两眼泪汪汪 我意思是说 至少我们小时候对于农村来讲 在台中都还蛮有农村的味道的 可是爸爸妈妈他们已经也很习惯 现在都还住台中没错 可是就工厂啊 或者比较都市化了一点 所以像是我在宜兰生活 我自己会有个想象是觉得 如果有一天我在这边很安定的落脚下来 会希望他们可能可以老年了 在这边可以养老 感觉到年轻时候的农村的那种风光这样子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OK 你都不跟你爸妈聊天的吗 你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吗 不是就偶尔跟爸妈聊聊天啊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就是可能我们家也还没有完全安定吧 对啊 也许以后发生什么事谁知道 对 那既然家人的部分都很淡定 那姻亲的部分呢 就是你的夫人跟夫人的家人 对于你们来宜兰这么大的决定 嗯 他们还好耶 也很淡定 对啊 因为险慧其实还蛮早以前就出社会了 所以他 他们家比我们家就是 就是他们他们家比较不担心他啦 我想他是跟他的妞脾气有关系吧 管不了 我没有说 这话直呢我这样随便乱说 那个彭爸爸彭妈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 但我还是可以猜想到 可能在夫妻之间的沟通会是有挑战的啦 就是这种很大的搬家啦 或者是职业这么大的改变啊 你们两个人说真的 我自己一个外人的眼光会觉得 你们有交集吗 你是说搬家子的是 就从台中到宜兰 哦 还蛮有交集的耶 哇塞 对搬来宜兰这件事情 那我没有什么冲突耶 对啊 是谁提起的头啊 应该是我吧 可能就是我工作太久的 想说就想换换换换换环境啊 然后就跟贤慧提啊 然后他就完全没有反对啊 你觉得他在想什么 他怎么会当初完全没有反对 就我们之前的生活 我都比较飘一点 就是所谓飘就是说 就是喜欢这边住一下那边住一下 然后从 我从念书到出社会 其实我都是各地跑 然后显慧也是 就是 也是大概这样东住一下 西住一下这样 其实我们在台中就已经搬了好几次家了 对所以这种变 就是搬家这种事情 其实对我们家来讲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方面还要带着两个那么小的小孩 然后两夫妻又能够适应变动的步调这样子 但最后选择的是被土地绑架 被绑牢在这个地方 对那个 有魔力 魔力是不是 自己会怎么解读自己的个性 然后所以可以面对这种飘摇的人生 过去啦 我个性就很 很随和啊 很软啊 软 对啊很软 柔软是不是 心肠软 耳根子软 应该是吧 嘿嘿都我讲耶 就是 比较 不会去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件事情你要 要做一件事情有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从直直的过去 你可以从侧面过去 甚至你可以从它的后面来 那我是比较不会坚持说 我一定要直直的过去 对啊 所以就是 如果有人 其他人想说 他喜欢从右边 抓住这个东西 那虽然说 我的想法是觉得 也许应该从左边 那我就比较不会坚持 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从左边 所以我可能会说 OK好啊 那就右边就右边嘛 也是可以达到方法跟目的啊 这个逻辑也会用在 在宜兰圣沟村种田吗 尤其是人生地不熟的 然后也没种过田 如果自己觉得 明明就是想要试试看 这样种的方法 可是 可是一些指教的声音啦 或者是资源的受限 这还蛮直接的问题 但是种田就是 完全自己在种 对就是 我自己种田就是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是像一些 最基本的标准 当然是这一定要遵守 就是说 田里面不要有草 然后 就是草的问题嘛 然后该撒田精 就是撒田精 这些就是会影响到别人之后的工作的事情 就是我比较注意这个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什么时候要放水 那我要放多深 那我什么时候要抓罗 那我要抓几天 这个就就我自己决定啦 对对对 所以我还蛮 因为其他人也没有办法来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 那个快问快答 关于最不想下田的时候 遇到的东西 关于就是一些资深农夫的 一些指教的部分 他们在旁边告诉你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哦 好了好了好了 好烦哦 那他们的东西 你从第一年听 然后到现在你已经种到第四年了 有没有不一样 他们喜欢对你指教的部分 你有感觉有什么大的差异吗 其实种了四年 有一些经验 大概都知道了 然后他会讲什么话 大概也会知道 他会讲什么话 都就反正就是 以田里面的状况啊 对啊 就吵太多或怎么样 对所以也还好啦 就是只是觉得 不想被人家念这样 对 这是在农村的一种 很特别的社交关系哦 你适应吗 还好耶 显慧都会说 一些老农都对我很好 那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和善对人这样而已啊 对你很好 是发生在哪些行为上 很多啊 很多啊 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走在路上 会来跟你聊天啊 或者是 就问一下 状况怎么样啊 或者问一下 你 反正就是聊这些吧 比较会跟 比较会开口跟我讲 那也表示 是那种 把你当 很好的同行 应该不会当同行 这是吧 不是同行啊 他们应该不会 他们可能会把我当农夫吧 他们可能会把我当 就是 就是可能外地来的 然后就是 蛮认真的 人 你感觉到是这样子啊 你都来四年了 对啊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啊 我觉得老农的 他们自身的经验跟能力 不容易把 把像我们这种 外来的 把我们当成农夫 嗯 对对 我觉得 除非说你 你 你做到说 让他们可以认同你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们 而且他们要认同 应该还蛮 那个标准 应该蛮高的 嗯 有聊过 有听他们 说过 比较 什么样的标准吗 没有耶 但是 我的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啦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嗯 就是他们的标准 你就会自然而然觉得说 就是 会有一个 蛮高的一个线在上面 那这样会不会有失落感 不会啊 因为你 也已经这么认真努力了 就这些年来 会觉得自己应该也是 大家应该是同行啊 可是我一直都被画在 圈圈外面 他们里面有个信任圈 你一直在圈圈外面 会这样吗 我觉得还好耶 因为 就也 不一定要 站到他们那个圈子里啊 对啊 我们自己可以画自己一圈 对啊 我们自己也可以画我们自己的圈啊 只是说就是 呃 就是你要站到那个圈子里面 可能就是你 你会有 呃 就是你要符合他们那个圈子的一些 那个基准吧 嗯 对啊 你才有可能进得去啊 嗯哼 对啊 但是 我觉得 自己的圈子比较好玩吧 哈哈 对啊 在四年的时间下来啊 就其实就是个农夫了 会很骄傲的说 我就是个农夫 就反正就是一个农夫啊 就很自然就可以说出来 嗯 对不会想说 哎呃 怎么样就是 那个农业 农业从业人员 哈哈哈哈 农业从业 哈哈 就农夫嘛 嗯哼 嗯 有你真的感觉比较骄傲的 这四年的生活里面 比较骄傲的有 有什么部分 比较骄傲的哦 嗯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都还蛮骄傲的 整件啊 对啊 整整这四年 对啊 就这这四年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还蛮骄傲的 嗯 哇塞 即使也闹了不小笑话 嗯 对啊 哈哈哈哈 哦不管是种田啊 像种田的经验跟能力啊 或者是 哦 小煎蔬菜的店啊 或者是家里面的生活啊 其实都都还蛮骄傲的 现在台湾已经 不是农业社会来讲 如果以你儿子的那个年代 以后要跟人家讲说 他爸爸种田 你觉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应该会蛮潮的 蛮潮啊 心潮的意思 我觉得他可能会蛮受欢迎的 哇哈哈 以我们这个年代 就是像以我的年代 说爸爸妈妈是种田的 其实会有点那种 就是亲事的那种感觉 以我们年代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 也许是种田的人太多了 然后就是普遍生活不好 可是以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可以种田 有田可以种 然后我的儿子可以 以后可以讲说 我爸是种 是农夫 我觉得他应该 会蛮受欢迎的 蛮多人应该都会蛮羡慕他的 对 我们说电脑工程师 十几年的这种资历 那改种田 你同样会给你 其他以前的 电脑工程师的同行 如果有人也在 想着这一个小小的梦 发着这个梦 你会给他们建议吗 我以前的同事 如果说他要来种田 不用针对你的同事 就是有其他人 对 资深工程师 我觉得是不容易 因为毕竟就是跟电脑过日子 那么多年 对 如果转换变成务农的话 你想他们会遇到的最大挑战 应该要什么 先心理准备好 如果一样跟你一样有家庭的 当然 如果是有家庭 就是沟通 一定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跟你的太太要 要怎么沟通 然后你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还是得要有计划 就是你不用计划到很细啊 就是说 但是你的一些大方向 你还是要先规划好 这你当初也有吗 大方向 有啊 有啊 就是 我们那时候来种田 就是 当然 就是生活 我那时候有列 列了一下 大概从生活 就食衣住行育乐 就从这几个项目去找 就是食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处理 那时候 台中 就是 那些便利商店 超 那个 不是便利商店 那个 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蛮多的 可是那时候 找宜兰的时候 就是找不到超级市场 喜护惠 对 宜兰只有喜护惠 所以那时候找不到 所以 就是 就是类似这方面的啦 就是 各个项目都是有 其实有稍微去研究一下 等一下 这听起来太好玩了 你意思是说 你们有一张单子 然后分成 食衣住行育乐 六大象 针对这六大象 去想你们生活的环境 是不是有哪些 就这些东西 应该怎么取得 最跳一个最好的环境 这样子吗 对啊 就是你食的部分 你要怎么食啊 对不对 就是 你吃的部分啊 也许 也许 买东西 要去拿买菜 对不对 要去拿买菜 那你不就得先来宜兰看景吗 先了解地形啊 环境 就是你先 当然是先就手边有的资料先去找 因为不可能 从台中每次都来宜兰啊 而且你要看几次 照你目前的 就是生活上 用得到的东西 然后就是 把它套在宜兰这边 你想要的东西 大概会是在什么地方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 第一个设定点 就是在 三星 三星 柯林 罗东 东山 就是 这一个区域里面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找的 标的物就是在这边 那里是符合 食衣住行 娱乐 都还能满足的 对 就是比较 符合我们 想要 的一些点 到垃圾了哦 MADEN MADEN 到垃圾 哈哈哈 我们家没有MADEN 你刚刚讲到哪里 哦 食衣住行 遇得好 然后还有呢 给的建议 还有什么 应该要注意到的 就是像这个 大计划 大方向嘛 然后 再来就是 自己心里面 就是 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生活 是不是真的想要 这要怎么 评估啊 是不是真的 怎么评估的 或者说 哦 你 你的决心 够不够 就是你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 你 你能够承受到多大的 挫折 挫折跟压力 嗯 或者说你 哎 也算停损点啦 就是反正到底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样 整个规划吧 嗯 嗯 所以 好的坏的 这样 可以冒昧知道一下你的停损点是 哪里 我的停损点哦 哦 就反正待不下来可以回去工作啊 怎么样才叫待不下来 嗯 还不知道哎 哦 可以 停损点也可以没有停损点吗 就是 假装有一个 就是待不下去的时候啊 可是现在还待得下去啊 嗯 小间如果 亏损的很严重 那算不算是得要面对的停损点 如果真的 真的亏损的很严重 然后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也算是一个停损点啊 嗯 如果有一天小间跟仲田得要二选一 如果二选一 小间跟仲田其实都是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二选一 我觉得问题是就是我们家里面 就是到底是要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我们家决定就是还是在宜兰这边 那小间如果坐不下去 那那也许就仲田或是做其他事情 那如果说我们家在宜兰这边没有办法带他去 那那就不是小间或是仲田的问题 哦 我觉得核心应该是在自己家里面 可是听起来有点恐怖的是住不下去 这是什么意思 呆不下去啊 呆不下去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刚刚说的嘛 就是小间也许就 就 入乎浮出 然后已经沉不下去了 这也是一个方式 嗯 对 或者说 或者说 啊 或者说就是 甜 就是可能没有甜重啊 这也是这也是一个方式啊 嗯 嗯 这是你会担心的吗 有感觉到甜很可能 不会啦 没有甜重了 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 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好的 我们还是很高兴今天 逼出硬空大师这么多话来 嗯 平常 我觉得重点就是 自己家里面 的方向是 是比较重要 家庭的什么方向 夫妻的方向 对啊 就是 你的家要在哪里啊 有一句话说 太太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啊也是啦 也是啊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啊 先生在哪里 家在哪里啊 我怎么不能这样讲 一个很倔强的 因公大师 他今天想要 彻底的扮演一个 种菜失败的太太 背后 想要 很想要赶快出头的 丈夫 没有啦 丈夫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好 我们会把这句话 转达给彭富贤 他现在已经下楼来了 我们大概节目也已经 践行不下去了 我要赶紧 我要赶紧 把节目 把节目收拾下来 他已经发出一个 靠腰两个字了 等一下 挂包呢 挂包 这样我可以采访吗 带挂包来就可以 你要采访什么 你去看什么 妇科哦 皮肤科 皮肤科 因为过敏 不是妇科吗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听到是妇科 我恨你 我也是 黑副科吗 我恨你 这个我自己可以剪掉 怎么可以剪掉呢 你会担心我 问了你老公 问什么 问出什么 副科的问题吗 问出什么 不该问的吗 不会啊 反正他讲什么 都不该讲啊 有吵到 有吵到夫人睡觉吗 没有啊 我没有在睡觉 那就好 好 那下一次就 再跟大明星 敲通告 好烦哦 谢谢殷空大师 谢谢 虽然你不喜欢这个绰号 我们期待明年春更之后 新的绰号降临 好 好 我会努力的 好 他的夫人已经给他放屁两个字了 大概就是放屁大师之类的吧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12点固定播出 网络收听品质有好有坏 收听时请向月操作说明书